酒寨沟县农产品产地集配中心 来吧 朋友们 你好 你好 大家怎么称呼啊 姓毛 毛大哥 听说现在可以坏收的季节 现在我们是这样 我们从7月份上市到国庆节10号左右 那么我们现在上市的这个呢 叫罪礼 罪礼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是4200多亩的李子园 这个李子呢不是普通的李子 它每年可以给我们的老百姓 每人大概增加2到3万的一个收入 尤其是罪礼 通过家县原站干部 引进到我们韭菜沟 它比一般的李子价值提高了20倍左右 所以这个果子才是我们真正的制服果 它这个罪礼呢 这个是7成熟的 我们现在采摘的是比较轻的 轻的 轻的 因为它要慢慢慢慢的 放这个稍微红一点 我们再装再发出去 要不然全成熟了 比如说9成熟 8成熟 有可能就把它就发坏了 对 这里呢我们这有一个试法 就在这边看一下啊 这个这里呢 上面都有一个支架印 传说中呢它就是个稀释啊 为了文明就把这个李子捏捏捏了以后 就指甲画个口 就可以刺激了 慢慢的稀掉了 它是我们从浙江嘉兴引进过来的 所以咱们浙江酒驾沟一家亲啊 对 浙江酒驾沟一家亲 散酒情缘 把它引进到这里 所以这边呢过来呢就是我们这个整个一个风险 这个李子呢在青色的时候我们是设备风险 对 但是成熟了以后我们就这个不能风险了 因为它软了以后会把那个汁啊会留在设备上 是是是 所以我们这边的阿姨呢把这个大的小的把它分开 人工分解 分开了以后我们再再装香啊 是非常甜的 你揉一揉捏一个小口 就要把它吸完了 好甜 好甜 吃起来跟那个凤化那个水蜜桃啊 对对对 这个很甜啊 好甜 我总觉得这里有点事 为什么有些是软的有些是脆的 软的就先先先先把这个脆的 脆的 好 谢谢姐姐 阿姨她这个是自己变红的是吗 就从轻的变红的 好嘞 对 这边呢就是 它分等级的 你在哪个等级在哪里出来 你是什么定位的 你在什么位置出来 那你们好的李子大概卖多少钱一斤啊 最好的那批 我们现在这款李子呢 一般的五到六公分的大概是120块钱 价格这么高 对啊 它这个李子这么高 那你们这个销路好吗 我们现在通过这个浙江对口元件 我们都是他们帮扶我们 都能卖完 都能卖完没问题 现在是没问题 太好了 这个脆礼啊 现在要这样包装 包装好以后 我们就全部先进那个运轮库 这个叫脆礼 以前的盒子像脆礼 这个绿的真红的不是一个品种 我们过去体验一下 帮我们阿姨们也挑一挑吧 好 好 那我们干活吧 来 要选的话 可能我们就选这样大的 稍微红一点的 阿姨 我来帮你们 阿姨 她为什么这个叫脆礼 那个叫脆礼 你这些她就想吃了 你现在再吃下去 她先爬去就吃了她 我就说 十两天就吃了 小的放这儿是吧 坏的 坏的是不是 坏的放这儿 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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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属于坏的 好 好 好 阿姨 你们一天要在这边挑几个小时 就挑一天 就挑一天 每天 每天 每天挑 每天 每天挑 李治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八九年了 那九年之前你们 你们是做什么的 家里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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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 家里 我们去家里做一天 没有自己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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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这工作 每天还可以回家 晚上还可以回家做饭 什么什么都可以 可以 都好